亲自将新书送给金融市场谢国梁 职棒大联盟前会长吴志洋 写下在职期间的12个故事 总结6年来职棒交汇自己的故事 我6年职棒会长的经验 其实蛮适合做所有组织的领导 不管是公司行号、政府组织、民间团体 大概都是可以有相同的一个道理 那我都用棒球的故事比较正面的方式 其实很多人都说蛮适合给青少年、学子 他们可以学到比较正确的一些人生观 所以我们小爱爸爸特别喜欢教育、阅读 而且对青少年非常关心 所以我第一站就来基隆市来办理捐赠 吴志洋一口气捐赠200本新书 希望鼓励年轻人学习正向人生观 而基隆市长谢国良回赠感谢壮 允诺这批书籍将分发到学校 推动基隆成为书香城市 他愿意来送书给学生、学子们来阅读 我非常感谢 另外也呼应了国良现在希望把基隆 打造成一个24小时的书香城市 前一阵子跟建书店合作 让他们在假日开了24小时的 累24小时的书店 那因为第二天要上班 其实也要考量到实际的情况 但是这只是第一家 我们未来会打造基隆 希望有更多的24小时书店 让基隆名符其实的变成一个书香城市 市长谢国良表示 基隆推动书香城市 目前已经有24小时的书店 这只是第一步 未来还会继续来推动 也特别感谢吴志阳证书 嘉惠基隆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